哎你好我赵刚子 我是赵刚子呀 这还能有假吗 我是赵刚子 小徐传说我未对潜逃了 我到哪儿潜逃去 我有经费吗我就潜逃 别听了瞎说 是吧你这不知道谁没事 这吃饱撑得胡说八道 喂说话 喂 电话拿错了 喂哪位 你知道我现在急需用钱 想给我提供一笔经费 你哪位呀 小额贷款你去一边的 这怎么着 谁也吃饱撑得这造谣这是 让啊 我等那孩子 咱们都气毁了 王小千 你是不是又有你爷爷生气了 老叔别生气 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乘船 哎呀 刚子 你要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一会儿我和你说个事 你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乘船 王叔你看你这话说的 有啥事你说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吗 我知道你什么人 今天小区 有人说你闯祸了 你知不知道 对呀 还说你什么 要为罪浅头 谁说的呀 这是 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啊 就是他 王小千 这事是你说的呀 来你过来 你过来 我吹 你没吹过 干什么玩意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 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成船 你要真想吹他 你吹他后屁股两下行不行 你干着老王就留个地儿你 过来 把屁股绝得我踹一下 你绝钱吧 我也是为你好 行了 你过来 王小千啊 你说你没事 你是吃饱了 你是怎么的 大哥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 好啊 好你没事 你出去造谣说我惹祸了 我惹什么祸了我 大姑父 你今天早上 是不是扶起一个昏迷的老头 是啊 旁边有人看着吗 没人呢 大早上起来就我俩人啊 谁能证明 这老头不是你状态 哎呦 不是 不是 这事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是他倒了 我把他扶起来 然后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送到医院 你给人留下姓名 电话 还有单位地址干啥呀 医院让我留的呀 我替他先垫付的医药费 完了人医院说了 回到他家属来了 再把钱还给我 他还你钱 怪不得二姑说你颜值挺高 智商为零 你选什么话 这时候 不说八道 那大姑父这是做好事 爷爷 你不仅颜值不高 智商为负数 这大伙说 我要有一点智商 我能养你这样的孙子吗 我这个颜值 能帝还不如我 你还不如能帝 你记得咱家这叫什么吗 咋呀 黄鼠狼下号子 一窝不如一窝 那也是你别家的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别着急 你怎么的呀 我这是做好事啊 我还告诉你 王小倩 我矫正不怕邪外 对 那得看你遇上什么邪 里边要是有沙子 割死你 正在那胡说八道 没事 别瞎说 不是 爷爷 大姑 你们不信是不是 就不信 大姑父 我让你看看你救人之后的后果 还后果 爷爷 我求你点事 麻烦你一下子 干什么 你躺着 我 从现在开始 你就好比是昏倒那老头 我就好比是你亲孙的 还好比是我亲孙的 我有你这样的孙子 我都算败笔 你知道吗 还好比 这倒霉的玩意 知道吗 就为了结穿他这个牛论 咱俩配 行 你说那个老头躺哪里边呢 当时他就躺在马路边上 行 咱俩 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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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躺这 你躺那吧 我给他扶医院去了 医院里边有床 医院里边的床 我不躺不激励 那你也不能躺地上 多凉啊 这结地气 大姑父 你后边 你后边 你冲好了啊 现在就开始了 哎呀 我的 爷爷 呀 我还没死 你别说话 你这 爷爷 是谁把你送到医院的 那个是我给他送到医院的 哎 你为什么把他撞倒了我 我没撞倒他 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躺地上了 然后我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去的 你瞎说 我爷爷这辈子 除了睡觉就没倒过 你一个月挣多钱 我一个月挣三千呢 挣三千块钱 又敢扶老子 爷爷 你够你打没好家 三千块钱你别打过 五千起 放屁 你拿我当转爷碰神的了 是不是 爷爷你别说话 房小千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的 那你的意思 五千块钱以上才能扶你爷呗 像我这种挣三千的 就只能在旁边卖单呗 不是 那个大虎哥 你现在挺往一眼 你别管你挣多钱 是不是你撞的 怎么是我撞的 他倒地上 我把他送医院去的 他自己倒地上的 这怎么倒的 怎么倒的 来王叔你配合一下 你先躺下 谁啊 大家伙看着了吧 是他把我爷爷给撂倒的 干什么 你这种胡说八道吗 干什么 你这种害人呢 这不是 王小千 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害人呐 我告诉你王小千 我还就不能看着这么一个老人 倒地上不管 明白不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爱讹什么讹什么 人就得干点人该干的事 王叔你这咋的了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你这点话 你有王小千 他感兴趣的呢 我给我大伯母宣传说法呢 王叔宣传说法 啥 快跑啊 等会儿有个家属来了 就跑不了了 哎呀 你这台子放心 家属来了 哪里也不能像王小千那么孙子 哎呀 王叔我打听过了 他家是没孙子 但他有个女儿 有女儿怎么了 哎妈 还有女儿咋的了 大姐夫你是真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是不是啊 那我就继续献献说法 王叔 请你继续配合一下 你说这个味还贵我了 你说你麻烈 你看这 谁把你装成这样的呀 谁把你转到医院不管的呀 不是是这样 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哥哥 不是哎那个那谁 你先松手 我我我我腿次用我 我跟你说 哥哥 你不知道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我是跟我爹相依为命 现在你把他装成这样了 不是不是我把他 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怎么着 你得对我们家做点补偿吧 那你说怎么补偿啊 娶我 你你你你你别开这种玩笑 我已经结婚了 明白不 大姑父 啊 这事我替你扛 有鬼辫子去 你家甜 是不是有你什么事 人家都滚一辫子去 看热个闲事小 是不是 干嘛 哎 不用害怕 我还就不信了 做好事还做出错误来了 他们这都是假设 假如有人和你 怪死 我听你的 我听谁大关系 哎 爸 哎 怎么了这是 咋了这是 别提了 咋了 我不是在这社区喷泉下边那溜的吗 啊 就看那个喷泉下边那水石子边上有个人在那吴吴喳喳的啊 我就过去看看热闹啊 结果看一个人在这旁边 站在那围着那个圈上 他就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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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顾看他了 我也没 我也哭啥 还吓得我就掉在池子里去了 就看上面这个人 十四 十四 十四